做完之後,接下來做什麼呢? 把這個公式,不包含等號的部分剪下來 再插入到哪裡呢? 插入到index,所以剛剛有沒有用index index,在這個 裡面,特別注意,範圍一樣是B2 CtrlShip向下 B2到 這個B33 那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參數 哪一列呢?就是這一列 所以我就把它放 藍因為這裡藍,所以輸入1就可以了 好,這樣的話呢,基本上 我們的公式呢 就大功告成了,不過 因為待會還要向右向下 所以記得把這個array 範圍記得按F4 鎖起來 不然的話,待會這個範圍會跑掉 OK,按確定 那我把它向右,再向下 並且把這四欄 欄寬自動調整一下 所以選舉它快點兩下 好,你會發現 很快的它就自動的 幫我把所有的資料 通通都帶過來 不過呢,最後一個為什麼出錯呢? 這個為什麼錯? 最後一個 33 33 B2到B33 沒錯啊 Column 這個的話再看一下,理論上應該 這個也會自動帶出藥的結果才對 可是這邊為什麼 33它帶不過來 不過 這個待會再看一下好了 我看哪邊 不對不對 它現在變成內部號碼 啊 最後一個 最後一筆好像 我是不小心把它刪掉 還怎麼樣 欸,這個要刪四 欸,不對啊 這樣就多一筆了 不是這個齁 欸,路子時間 對啊,沒錯啊 OK,功耗不見 不對 啊,我知道了 因為喔 應該先抓這個 啊,不對不對 應該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1 啊 這個範圍的第幾 啊 所以這個應該喔 這個應該是- 剛剛一樣 啊 應該從1開始 所以剛剛是-3嘛 所以-3才對啦 我更正一下 應該是-3 所以 這個範圍裡面的第幾列 而不是指外面這個 這個 這個的第幾列 所以剛剛特別主要 index指的是 這個範圍的第幾列 跟那個外面這個列無關 所以很容易混淆 把它更正一下 所以這樣應該是OK的 把它向右 向下 所以呢,剛剛應該是要-1到-32才對 而不是-2到-33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最後一樣,把它向右 選四欄 然後快點兩下